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们还是请到了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宣武医院的李英主任 邀请李主任 你好 李主任 欢迎您 主持人好 你看现在这个钙已经是不能说一个完整的钙了 光把这个钙从敌人那里给它解救出来还不够 我们得让它恢复原样 得让它发挥作用 对 所以呢 实际上呢 钙也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它确实有一群非常有力的这些战友们帮助它呢 所以我们看到现在的这个钙是残破不堪的 对 这也缺了脚了 那也少了腿了 那咱们今天就要把这个钙啊 给它补充完整 看看啊 生活当中我们能用哪一些手段来帮助钙找一些朋友 能够让我们人体当中的钙啊 得到充分的吸收和利用 就让我们不缺钙了 待会儿要请您慢慢介绍 请您先乐坐 李主任 其实要说到补钙 大家知道和钙特别密切的一个战友 叫什么来着 维生素D 对 来 咱们看看 先补上一脚 哎呀 看起来这个钙漂亮多了 大家想到最多的就是维生素D 那到底这个维生素D和这个钙之间是怎样的一种亲密的关系啊 咱们形象地说啊 维生素D可以说是钙的助推剂 哎 在肠道的话 如果有维生素D的存在 我们的肠黏膜细胞会什么呀 促进这个钙的吸收 我会吸收的多一些 哎 进入到体内的话 如果有维生素D的存在 在肾脏的时候呢 维生素D把钙再拽回来 让这肾脏从吸收这个钙 这样从肾脏流逝的钙会减少一些 总的趋势是这个维生素D 让我们的钙处留在我们的体内 留在我们的体内 如果说缺少了维生素D 如果想把钙再留在体内 那可以说是难上加难 这样的话就能看出维生素D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了 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获取到维生素D呢 来看看下面这个问题 我们选择一下获得维生素D最有效的方式是什么呢 是晒太阳 饮食补充还是吃保健品呢 请大家先来做出选择 保健品 我记得我儿子特别小的时候 那时候医生就说 要补钙啊 而且还给了一个什么 就是那AD的合剂 要让每天吃一粒 我觉得这个里面就应该含有维生素D吧 维生素嘛 它是吃进去的东西嘛 一定要在食材中找到嘛 那我们来看看大家的选择了 到底哪一种方式是最有效的呢 差不多各自占到了三分之一 那我们给您提供一种方法 这个是既经既幼实惠的晒太阳 晒太阳为什么更优于那两种呢 这个维生素D 它跟其他的这些维生素啊 确实有本质的区别 它90%的来源都是靠晒太阳来的 这阳光里面我们听说过 有什么紫外线 对 但它也没有维生素D撒身上了 没有 是阳光中的紫外线 来帮助我们皮下有漆脱氢胆固醇 在紫外线的帮助下 它可以合成维生素D 在身体里面合成 对 我们皮肤可以合成维生素D 来保证我们的需要 等同于阳光是一个原料 没错 是在紫外线的照射下 才能够发生这个反应 一般呢 我们都说晒太阳啊 补钙 实际上不是补的钙 补的是维生素D 但是维生素D的作用呢 它主要是帮助钙储存在体内 这样的话 只要维生素D充足的话 其实效果跟补钙是一样 是一样的 每天晒多少时间合适 我一猜你会问这个问题 而且大家都非常关心这个问题 我看到有一个文献上 它描述的就是说 如果我们让脸和上肢 短暂地晒太阳的话 获取的维生素D 再加上每周至少有两次 三十分钟 尽量减少 尽量多暴露的这种晒太阳 能够保证我们的需要 你听他的描述 夏天是能够保证需要的 冬天可做不到 那您说现在有很多人 都喜欢宅在家里 我听说过有的人 十几天都不下楼的 那像这种天天在家里面待的 他肯定很难去晒到太阳 维生素D合成起来 也会比较困难 那如果缺了维生素D 会有哪些危害呢 是不是就仅仅就是 对钙的吸收有影响 比如说像我们成人来说的话 钙不能够沉积在骨骼里头去 就会有骨软化 甚至骨质疏松 对于孩子来说的话 主要是勾楼病 它的这个表现 主要是通过缺钙表现出来的 除了最主要的来源是晒太阳 如果这个途径减少的话 我们还有其他的办法 虽说食物中来源少 但是我们也可以看一下 哪些食物含的维生素D会多一些 最最主要的就是各种的蘑菇 还有就是海鱼 还有像鱼肝油 鱼卵 蛋黄 肚 肝脏 含的都很多 还有就是我们强化的 维生素D的奶 这个也有一部分的 维生素D的来源 所以它的来源并不是很多 那要是通过药片补一补呢 如果我真的晒不着太阳 如果我真的是维生素D缺乏 我这时候才需要补充这个营养制剂 应该是需要多少补多少 你的量一定是什么样 就是说不要过多的去补 它会有中毒的危害 不中毒 对 所以那个一定要按照医生 告诉你的剂量去用 那咱们来看看刚才呢 已经给这个钙啊 找到了一位亲密战友了 那不能单打独斗 我们还要再给他找一找帮手 是什么呢 先来做出一些选择 我们来看一下 以下哪一种食物 是可以促进钙吸收的 糙米 芹菜 还是鸡蛋呢 请大家先来做出判断 对身体好 粗粮 你想农村过去的海鲜 都吃粗粮 所以个个长得可壮了 也不会骨折 肯定也不缺钙 那就吃糙米 因为我有孩子 很关注他这个 补钙的这个事情 就是我隐约在很多 这个资料上看到过 说每天一杯牛奶 一个鸡蛋是要 必须要吃到的 那这个牛奶和鸡蛋 搭配起来 是不是也是对 它的骨骼生长有帮助 所以我想是不是 应该是鸡蛋 那咱们来看看大家的判断啊 绝大多数观众选择的是糙米 那么粗粮到底能不能够促进 钙的吸收呢 在这三个选项当中 这里是由无限级健康食品 独家贵民播出的健康之路节目 在这三个选项当中 建议您多吃一些鸡蛋 鸡蛋呀 是我们所知道的最好的蛋白质 它是优质蛋白 如果我们做实验的话 来用理想蛋白作为标本的话 我们十有八九就会选择这鸡蛋 蛋白质的名字 都是跟鸡蛋这来的 所以它蛋白质非常的好 蛋白质我们吃进去以后 它会分解成氨基酸 氨基酸如果和钙结合上的话 它的溶解度是增加的 是容易这个钙 容易被我们消化吸收的 现在咱们得给这个钙添砖加瓦了 你看又填上了一个 蛋白质 但是您看说到鸡蛋 咱们知道现在老百姓吃鸡蛋的 这种口味呀烹饪方式都不同 有的愿意吃那种西式的煎蛋 有的愿意吃中式的煮蛋 还有吃日式的蒸蛋羹 还有特别贵的茶鸡蛋 那到底哪一种烹饪方式是能够帮助这个蛋白质更好的被钙的吸收所利用的呢 如果说这个蛋白质它如果被我们消化吸收利用的好 它对钙的作用也会大 我们可以比较一下不同的做法 它的消化吸收率是不一样的 比如我们的水煮蛋 它的消化吸收率可以达到99.7% 非常的高 对 这种煎鸡蛋呀炒鸡蛋呀稍微弱一点 但是也还可以 这是生的鸡蛋 它的消化吸收率只有30%到50% 好像练进身的很多人爱生鸡蛋 对 生鸡蛋的话它本身还有的是抗移蛋白酶 所以对蛋白质的吸收会弱一些 我们只有这移蛋白酶来消化这蛋白质 它把人家是吃什么给抵抗过去了 还有一些抗生物素的蛋白 这些酶也好蛋白也好 只要我们加温它是可以被破坏掉的 所以熟的吃鸡蛋它的消化吸收率会好一些 这样产生的氨基酸和我们的钙能够更好的是促进钙的吸收 那我们看看冠军现在一目了然了 就是传统的煮鸡蛋 那您说这个煮鸡蛋到底煮到什么程度 我妈妈是爱吃那种留那个黄汤的 特嫩的 汤芯的 我老爸和我都特爱吃那种老的鸡蛋 就这蛋黄是已经成型的 这鸡蛋一般煮多长时间是对钙吸收是最有帮助的 反正是不能煮太老了 像一般我们那特别老的鸡蛋的话 那个黄上边都是一层灰绿色的颜色了 吃起来特别噎人 那个蛋白吃起来又硬又韧 口感也不好 这时候也不容易消化吸收了 最好的是什么呀 煮得嫩一点的 这有一个方法非常的好 我们是把这鸡蛋让它冷水下锅 因为如果说开的水 你把鸡蛋搁下去很快会爆的 对 它会裂的 然后呢就这样微火煮三分钟 不用大火 急速的这种温度的升高的话 也是容易爆裂 三分钟以后停火 别着急拿出来 先在那泡一会儿 用我们这种叫做低温烹调的方法 让它继续的厚熟 完全熟透了以后 在这种情况下 你吃的口感特别的嫩 而且还节能 对 而且是什么呀 营养是最全面的 最补钙来说 最好消化吸收的 这个回家得试试 等会儿一个后半程是闷熟的 对对对 浸泡在里面 我有一个问题想问您 因为现在我周围很多家长 就不选鸡蛋 选什么鸩蠢蛋什么的 那这个能不能替代这个鸡蛋呢 咱们说了 这个促进钙吸收 主要是增加蛋白质的摄入量 不光是鸡蛋 你像安全蛋呀鸭蛋呀都可以 包括我们的肉牛奶 里头也有蛋白质都可以 蛋黄不吃可不可以 就不吃了 蛋白质蛋白质吃蛋白质 很多人是害怕血脂太高了 对 所以也不太敢吃蛋黄 实际上蛋黄营养非常的丰富 那今天呢 咱们就全面地解剖一下鸡蛋 让大家看看 到底哪一部分呢 是更能够促进钙的吸收 来把这个大的模型拿上来 也辛苦您了 李主任 咱们来看看鸡蛋当中啊 到底有哪些营养成分 都是可以促进钙的吸收的 刚才已经说了 最丰富的就是蛋白质 对蛋白质呢 促进钙的吸收 它的蛋白质非常的优秀 除了蛋白质以外 还含有叶酸 叶酸 这个也是能够帮助钙吸收吗 这个呢 实际上是我们什么呀 主要是我们这个造血的原料 所以蛋黄营养非常的充分 你游户给它扔掉 非常可惜 咱们再说啊 实际上它确实是 胆固醇含得多一些 大家害怕它 对 实际上呢 因为这个胆固醇 我们它还有它的法宝呢 它的这个卵磷脂含量 非常的丰富 它是促进胆固醇代谢的 如果我们每天 健康人的话 每天吃一个鸡蛋 或者是说 我有血胆固醇高了 我每天吃半个鸡蛋 这个在这个限量范围内 你放放心心地吃 它对于我们胆固醇的影响 没有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大 因为刚好卵磷脂 是能够对抗胆固醇的 相生相处 平衡了 最关键的是 我手里拿的这个 维生素D 对 鸡蛋里有维生素D 刚才说了 含有维生素D的食物 非常的少 鱼和蘑菇吗 蘑菇 像这些肝里头也有 像这个鸡蛋黄里头 也有一部分 但是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多 可是这个维生素D 对于我们盖的吸收 刚才说了 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 那看得出来 蛋白质和维生素D 都是在我们这个鸡蛋当中 能够获取得到的 都是能够促进钙吸收的 对 所以你就别太那个 所以可以放开网上 太噎着了 你知道我们见过那种 就是炼健美的你知道吗 他们一天甚至能吃 二十多个鸡蛋 这样是他们这些人 是不容易缺钙 对 而且身体很好 我刚要说 蛋白质它是什么呀 它是双重的作用 我适量的范围内 是促进钙吸收的 如果大量 不光是鸡蛋 你肉吃多了 包括这个牛奶吃多了 豆制品吃多了 如果蛋白质大量的话 它会促进钙从肾脏排出 对 那就等同于它又变成敌人了 对 所以就看你吃多少量 怎么用了 没错 看您刚才提到 正常人一天吃一个鸡蛋 没问题 没问题 要是血脂高的话 每天吃半个或者两天吃一个 也没问题 包括鸡蛋黄都没问题的 这个是不会影响到钙的吸收的量 对 对 那现在咱们心理已经清楚了 好 谢谢您 李主任 刚才咱们也提到了 蛋白质啊 某一种维生素啊 都是能够促进身体当中 钙的吸收和利用的 接下来这个帮手呢 还是维生素甲组当中的一员 是谁呢 我要再给盖 找一个得力的帮手 就是他 维生素K 没有 它有K吗 实际上维生素K也参加我们身体内的骨骼的代谢 如果我们形象的比喻一下 维生素K就相当于一把钥匙 在我们的骨骼体内的话 如果有维生素K的存在 它可以合成一种什么样 骨钙素 这种骨钙素是依赖维生素K的蛋白质 如果有这个骨钙素的形状 它会刺激我们是什么样 成骨细胞多 让我们骨骼形成的多一些 破坏的少一些 让这个钙沉积在骨骼中去 如果说维生素K缺乏的话 那这个钙什么呀 到了骨骼这儿 也不见得能沉积下来 所以我在这儿说 K形象的说 它就像一把钥匙似的 打开这个门 让这个钙沉积在骨骼中去 是这个作用 那维生素K因为听的不多 也真的没有看见哪个药品上 写着维生素K 这个是真没见过 是不是也可以通过 比如晒太阳 就能把这个维生素K给补到了 维生素D 是晒太阳 维生素K 晒月亮 它也挺特殊的 它50%到60% 是我们自身肠道合成的 是自身肠道可以合成的 我们肠道里头不是没有细菌的 有益菌有亥菌 它们处于一种平衡状态 合成的维生素K 可以保证我们50%到60%的需要量 但是有一些人 长期地用这种抗生素 那肠道菌群是被破坏的 失调了 维生素K合成是减少的 除了这个不能完全满足我们的需要 还要从食物中来补充 那我们还得在食物当中继续来寻找一下 哪些呢 是能够帮助我们促进钙吸收的 是富含维生素K的 来看看下面这个问题 我们看下里哪一种食物 维生素K的含量是最高的 三者比较一下 是大白菜 西兰花还是菜花呢 请大家先来做出选择 我觉得西兰花吧 因为刚才这题目一出来的时候 后面的很多 阿姨们就开始叫西兰花 呼声好高 就是我听说过它好像有抗癌的功能 然后还有很多抗氧化的功能 抗衰老的功能 那我们来看看大家的判断和选择吧 然后再帮您明确 我们观众们的选择是 比较平均 当然相对来说 选择西兰花和大白菜的更多一点 那到底哪个更合适呢 建议您多吃一些西兰花 来补充的生素菜 后来我们现场有高手 有这么多的观众都选对了 实际上这个很好选择 微生素K最最主要的来源 是绿色的蔬菜 尤其是一些绿叶的蔬菜 像我们常吃的菠菜 油菜 还有是什么呀 像西兰花 还有像那莴笋 香菜 就这些绿色的蔬菜 颜色越深 它含的这个微生素K越多 所以咱们可以先从菜的颜色上 来辨别 对 那除了菜之外 还有什么样的一些食物 咱们也可以多吃一点 这个就是富含维生素K的 可以促进钙的吸收 奶 奶制品 酸奶呀 奶酪啊 这些含维生素K都很多 关键它含钙特别多了 实际上像奶酪的话 非常好的补钙的食品 可能我们中国人对它吃的 对它的认可程度比较差一点 对 太充满的 不太习惯吃 还有呢 就是像动物肝啊 鱼啊 鸡蛋黄啊 这些也有维生素K 就感觉这些东西都比较香 没错 但是你会发现 你看特别是鱼啊 包括肝什么的 好像这个色泽看起来 都是大火做出来的 我听说这火大了 会破坏维生素 比如炒菜 好像不建议炒时间太长 所以是不是就小火 热了就拿出来 或者稍微焯一下 或者生吃 对 对 维生素K最主要来源 还是绿色的蔬菜 所以像这些菜的话 如果说我焯一下 或者凉拌 能凉拌生吃 最好 这个维生素K 没有什么损失的 如果说能焯一下 或者是要急火快炒 蔬菜的烹调方法 尤其是这些绿色的叶菜 我们要求是急火快炒 火稍微大一点 但是迅速地炒熟 迅速地出锅 不能在这个锅里头 扒了来扒了去的 这样的话 维生素K 确实是会破坏很多 像刚才咱们提到的 有两种维生素 一个是D 一个是K 都是可以促进钙的吸收的 现在咱们看到 面前的这个钙 已经逐渐地被武装起来了 那接下来 还得继续给它增加弹药 来看看 现在给它加上一个弹药 是什么呢 美 这又是它的一个得力的助手 这个可能更陌生了 人体里有这些东西吗 对啊 这个美对于钙 有什么样的一个帮助呢 美实际上它的作用 非常非常的多 今天咱们只说 它帮助钙的吸收 美的作用呢 简单地说 它就相当于一个搬运工 把我们的钙 搬到骨骼里头去 使它沉积在骨骼 强壮我们的骨骼 如果说我这个骨骼 已经完成了 保证这个钙的摄入足够了 这时候再过多的钙 我们又给它什么呀 转运到其他的地方去 这样的话 非常平衡地 沉积在骨骼中去 所以在这个补钙的同时 也要注意这个美的补充 像刚才咱们说维生素K 大家都有一些陌生 要受到美的话 大家就更不熟悉了 对 那咱们还是要在食物当中 来选择一下 看看哪些食物呢 就是富含美的 你要多吃一些呢 就可以帮助您来补钙 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个题 选择一下 哪一种食物的美含量 是最高的 相对来说 我们看看以下三种啊 是海产品 肉类 还是坚果呢 请大家先来做出选择 我知道坚果里面 富含很多的微量元素 因为很多小朋友 是一个星期都要吃一些坚果的 所以我坚持选坚果 看看大家能不能够选择对啊 我选择对也没关系 待会我们会公布正确答案 来看一下我们观众们的选择 大家可能对这方面了解 真的是特别的少 接近一半的观众选择的是坚果 三分之一的观众选择的是海产品 那看来呢 这一轮的比赛就要在这两者之间来角逐了 看看最终胜出的是 这里是由无限级健康食品独家贵民播出的健康之路节目 看看最终胜出的是谁呢 就是坚果 现场的观众很厉害啊 像杏仁啊 核桃啊 对 然后是这个松子 花生瓜子 就这些硬果类含美都特别的丰富 实际上除了硬果 含美丰富的食物 还有一些植物性的食物 比如说像豆类 黄豆啊 或者一些杂豆 花豆啊 云豆啊 还有就是我们的粗杂粮里头 说到粗杂粮补钙 实际上呢 它是什么呀 多重的因素在影响着 美它含得多 钙含得多 应该是对我们好的 但是它含得膳食纤维也多 它又一直钙的吸收 是这样 对 所以我们不建议大量地吃粗杂粮 说我全部都改成粗杂粮 我们不建议粗细搭配多样的选择 各种好处都会体现出来 那您说到坚果 我就想起来 真的是我们东北人的 一个生活习惯 你知道小的时候 就爱吃瓜子到什么地步 那个向日葵刚成熟 刚随着太阳转呢 我们就爬上墙 就把它给揪下来了 然后一人抱着一个 向日葵的盘子 在这看 生吃 我这么多年我算了一下 我吃的这些瓜子 葵花子 如果种出来的话 可以长遍整个南美洲 太多太多了 挤车的葵花子肯定是有的 喜欢吃 而且会变聪明 多吃点 这东西就不贵 吃饱了 好像也不用吃饭了 挺好的吧 我得打断你了 这个真是好东西 但是你要知道 这些硬果 它共同的特点 就是含的脂肪非常的高 如果我大量地去吃 我们尤其是现在 在这种生活水平非常好 这种营养供给 非常充足的条件下 问题也会来了 我的血脂会受到影响 对不对 我的体重会增加 所以坚果的限量 我们是有明确的规定的 多少呢 限量 每天是25克 这里头指的是 果仁的量 25克 就这么一小把了 对 这刚才我们在化妆间 何止是刻了一小把挂筷 这么大一堆 光皮就这么大一堆 每天的量 你也不是天天刻 我才是天天刻呢 不 一定要每天刻 经常地去刻 不能今天我刻了一斤 然后我一个月 没吃这类的东西 它的好处是提醒不出来的 关键是关键是 是停不下来 您是不知道 总想的是 我再吃一把吧 最后一把了 我再吃一把吧 这个量确实挺难掌握 你看 如果要是吃不到量 可能补充不够 足够的美 就不太利于钙的吸收 但是呢 一旦停不下来 又时超量了 油的指标又上来了 所以啊 在这个池上呢 还是要掌握一些小窍门的 我们还是请大厨 夏天和何嘉博士 来给大家做一道吧 好的 小季 好 好的 那这个夏天 咱们先给大家讲一讲 这个25克是多少 好不好 好嘞 首先要提醒大家的是呢 这个25克啊 指的是纯坚果 不太壳的 那比如说 这是25克的瓜籽 25克的松籽 还有25克的榛子 那么差不多呢 这个瓜籽和松籽呢 都是这么一把 一大把 那么这个榛子呢 大约就是15到20粒左右 当然还跟这个大小有关 那我觉得这个吃坚果啊 这个量咱们是知道了 但是要把它做得好吃 还是要请您来教给我们 今天您教给我们的这个菜是什么呢 跟大家分享一个五仁豆沙包 这个五仁是什么五仁呢 那我今天准备的是传统五仁 芝麻 白芝麻 白芝麻 瓜子仁 杏仁 花生仁和核桃仁 那这几样呢 看起来都是先把它备过的 对 都是拿这个锅里边慢慢地去煸炒 因为它们这些干果都含有大量的油脂 只有通过这种煸炒 包括最后的碾压 碾压是有一个破壁的这么一个过程 让它的油脂挥发出来 香味才能出来 没错 明白了 那咱们先跟大家做这个馅 也是自己炒豆沙 红小豆回家泡透了以后上锅蒸 蒸完以后拿这个蜜肉慢慢地去割 把它那个皮给它割掉 在锅里边慢火去炒 这样更细腻 那我们把一份的芝麻仁 那么这些五仁的量分别是多少克呢 基本上都是25克 25克 没错 好 一份的瓜子仁 那这些果仁呢我都是按照1比1的比例 那这样做出来呀 咱们就比较好控制这个量了 没错 到时候咱们包了几个包子 这个就算一下这个量就可以了 没错 每天该吃几个就记住了 花生仁 核桃仁 那咱们呢现在就是不停地揉捏 一个也是挤出这些干果里的一些油脂 包括可以把这个豆沙 让它们更加地均匀 到什么状态呢 就是咱们捏一下 它能成形 能成团了 来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把这个五仁馅放在一边 这个面呢是我提前醒发了一块 发面 发了一块面 好 那我们把这个发好的面呢 继续地揉搓均匀 好 咱们把它搓成长条 这一会儿咱们把它切成剂子 看到里边这个发面的那种 看到这个孔洞 孔洞 非常好 我们就把它擀成剂子皮 那我们包包子呢 还是讲究 四周 对 四周要薄一些 芯要厚一点 这样它能成料 好 那我们把这个剂子 擀成包子皮以后 我们往里边放入五仁馅 好 那我们提褶 没关系啊 您在家里包不住夏大厨 这样的这个褶来呢 我觉得看您包的这个褶 特别均匀 这个褶子 好 我们提褶 稍微地归整一下 这样的话呢 这个一个包子 咱们就包好了 那在家里边 咱们包包子啊 有很长 很多时间就说 这包子有些时候能发起来 有时候发不起来 包括里边坑坑洼的 就是它发面的过程中 您注意到了 就是我们把这个面 一定要醒发透 但是在后来的时间呢 就是我们把它包成包子以后 我们还要继续让它 再醒发十到十五分钟 等于是咱们通过 咱们那个碾压 已经把里边的一些气泡 给挤出来了 明白了 再给它一个恢复 让它再有一个 醒发的这个过程 那只有这样的话呢 我们才可以把这个包子 蒸得是白白胖胖 非常那种软糯啊 喧嘴那种感觉 那我们把这个包子呢 直接放到盘子里边 上锅大火蒸 八到十分钟 八到十分钟就可以了 没错 那我今天为了节约时间 我提前蒸了一锅 哇 这个包子太棒了 太可爱了 看着很诱人是吧 好嘞 蒸好的五人豆沙包 咱就得了 哇 我能尝一尝 必须的 必须要尝一尝 我直接上手了 很轩软是吧 嗯 很好 这个这个闻起来 告诉大家 有这个包子的面香 好有点烫 尝一尝 嗯 给大家看看 嗯 有一点淡淡的 这个豆沙里的甜味 嗯 但是呢 非常的香 嗯 嗯 我没想到这个五人的包子 做出来这么好吃啊 咀嚼出里边的那些 没有碾压碎的 一些干果的香味 有这个感觉 告诉大家 咬下去的时候 就是门牙咬下去 就像吃这个豆沙包一样 等到你咬两下 这个小颗粒就出来了 没错 很有趣味啊 这个包子又好吃 还很有趣 同时啊 还可以起到补盖的作用 这么多包子 咱们也别闲着 我们给嘉宾 还有现场的观众们尝一尝 谢谢沙天啊 谢谢您 不客气 我给我们端上去 好嘞 来 小季 好 谢谢河佳 刚才看你吃的好陶醉啊 来个人 皮相也这么好啊 对啊 谢谢河佳 我最爱吃对饼 吃个豆沙的 对 都是豆沙的吗 你就直接就上手了 对啊 你看哪俩 爱吃对饼呢 一个都不行是吗 我现在还不是 我是五人的 你这是两个 来 李主任 多五人的 好 您来一个 确实是很漂亮 对啊 香香的 没有吃都可以闻到里边 这个果仁的香气 是吧 好香啊 谁说五人的不好吃 今天一定要为它什么呀 平反 怎么样 还能不能够再录节目了 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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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咱先吃会儿 别录了吧 真的好吃啊 录不下去了 这满屋都是五人的香味 但刚才啊 咱们跟大家说啊 您看 在我们的帮助之下呢 这个盖啊 已经越来越强大了 但是呢 美中不足 中间还缺了那么一点 咱们给它补足了啊 来 就差那一点了 中间 是 让它完美地变成一个盖 就差了它咯 甲 甲 这也是微量元素吗 对 咱们说了 把这盖都补足了啊 但是 我们得有一个看门的 对吧 不能让这盖又都跑了 这个甲就起到这么一个作用 怎么讲呢 我们知道甲和钠是一对冤甲 钠生血压 甲降血压 控制血压 对 这个钠是给盖的破坏分子 它排出去的时候 会把我们的盖一同给带走 甲呢 是什么呀 是把钠给排出去 把我们的盖给什么呀 给收回来 对 等于是在肾脏减少盖的流失 把这个盖真真正正地留在我们的体内 所以甲也是促进盖的储存 也是强壮我们骨骼的因素 那明白了 那恐怕还得靠吃 在食物当中来摄取更多的甲 来促进这个盖的吸收 那我们接下来选择一下了 富含钾的食物是什么呢 看看这个问题 我们选择的是水果 那下面哪一种水果的钾含量是最高的 香蕉 苹果 还是柑橘呢 请大家先来做出选择 这是香蕉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家以前有一个亲戚 曾经呢 有一次就说 软的不行了 就去医院 他就感觉这是到了他的末日了 不得了了 后来去了医院以后 医生告诉他说 你缺钾了 他说怎么办 你给我看药吧 医生说不用 回去水果摊上 买一大把香蕉 就OK了 结果吃完香蕉 就来了精神头了 所以肯定是香蕉 那我们来看看大家的选择 看一下 这三种水果 大家都认为是富含钾的 但是有一个呢 是格外的高 是哪一种呢 这是香蕉 但是要话说到这儿 咱们看到现场 还有三分之二的观众 并没有意识到 原来香蕉是富含钾的 我们可以看大屏幕 一般的话 我们钾主要的来源 是蔬菜和水果 含钾都比较多 但是这里头最多的 我们从含量上可以说 每100克香蕉 含有钾是256毫克 桂圆是248毫克 樱桃是232 像橘子 我们认为它含钾也很多 实际上它确实也不少 但是和香蕉比起来 它会少 是154毫克 苹果的话 含有的是119毫克的钾 这些都是我们钾丰富的来源 我听说香蕉不能吃多 真要连吃一大盘香蕉 容易把人吃死 因为香蕉含糖比较高 它属于是高糖的食物 实际上香蕉 如果你吃了三四根 吃了将近一斤香蕉的话 都可以代替你的主食了 如果主食正常地吃 又吃这么多香蕉 对于我们糖尿病病人的血糖 是没法控制的 所以香蕉 如果想控制体重的 想控制血糖的 吃起香蕉来 就要有限制了 它不可能大量地去吃 除了这些蔬菜水果 还有加特别丰富的食物 比如说 比如说看大屏幕 又是五五杂粮 这些豆类 它怎么什么都有这里边 所以说大家这些 我们已经忽略得差不多了 所以要说炸豆饭 或者是做一些什么豆浆 这些 或者是炸豆的豆粥 这些的话 我们一定要把这些豆类 再把它请回到我们的餐桌上来 钙多 钾多 刚才还说的鎂也多 对 软磷脂也多 好处多多 还有一个我们特别熟悉的 含钾多的食物 可能一说大家也知道 什么样 我就不知道 土豆啊 这我就不认识 你是火星来的 土豆 土豆的话它含钾也多 但是有的时候 我们做土豆的时候 为了让它那个脆感 为了让它什么要更可口 我们是什么 把它先切成丝 泡一下 然后泡一下 那是怕糊锅 泡的时候呢 有一部分淀粉出去了 所以这土豆会更脆一些 不是那么腻了 但是钾是容易水的 在这个水里 他们的钾也很多 这个土豆里的钾会流失许多 所以的话 我们又是说 为了保留钾 我们不建议去泡这个土豆去 但是有些人说了 那黏黏糊糊的 我真的是不爱吃 我就喜欢吃这种爽口的 这个土豆丝 土豆最好的 就是它做的方法太多了 可以做108道菜 土豆丝你可以爽脆了 但是你土豆泥呢 那就可以软糯地吃 没问题的 对 所以您看今天呢 在大家齐心协力的帮助之下呀 我们终于呢 是给这个钙 找到了 跟它并肩作战的一些战友 现在呢 它站在这里 就变成了一个完美的钙了 咱们再来看 如果您想补钙 就离不开 要补充维生素D 维生素K 蛋白质 钾和鎂 当把这些全都补充上来的时候呢 再补充钙剂 这样的话 就可以更完美地 让我们吸收钙的一些好处了 非常感谢李主人 一连两天的介绍 谢谢 谢谢 好久不見